哈囉大家好 很久沒有錄影片了 那今天的話呢 是來介紹一篇我之前看過的論文 那他這篇論文的目的也是一樣 就是跟深度推測有關 就是我之前做的那個 Struct to Depth 類似的一個東西 就是給你一張照片 然後推斷出他的 每一個像素他的深度這樣子 那這篇論文他其實是從 2018年12月就已經有了 然後他 就期間經過了很多次更新 然後 到了最近呢他終於推出 最終版 這樣然後我覺得這裡面寫的東西真的是很厲害 他就是總之呢他就是做了超級多的比較 他有一些新的提案然後就是 他對於每一種方法呢都做了訓練啊 然後 跟評價然後在最其他的方法做比較 然後他這邊的 就是每一張表我覺得他都花了很多時間去 就是去做訓練然後去做評價這樣子我覺得 這真的是一個研究的極致 就是他願意花這麼多時間去 做這麼多的 就是演這個實驗我覺得很不簡單 但結果呢也是相當的不錯 大家可以到他的這個Github去看一下 就是他們的Github我已經把他下載下來了 但是呢就是 我這邊直接給大家做一個演示 就是其實很簡單就是 就是 下載他的模型 然後我這邊使用的是Kitty的這個資料集 Kitty的資料集然後 然後 做一次Inference的話大概 我這邊的話 是1024乘320的圖像大小 那他的速度其實很快喔 在1080TI大概20幾ms 20幾號秒就做出來了 然後得到的結果呢 大概就是像這樣子 就是給你一張圖片呢 他可以 告訴你這張 圖片各個像素的深度 那黃色是離我們近 那紫色是離比較遠的 但不只這樣他 用到的方法呢 還可以 學習說 給你兩張連續的圖片 比如說我這邊隨便舉兩張 連續的圖片 給你之後呢 你可以推斷出自己的這個 移動的距離跟 照相機旋轉的角度 也就是所謂的這個 Visual Odometry的 部分呢他也可以進行一個 推測 那這邊的話呢 得到的結果是 像這樣子 這邊的話跟大家解釋一下 我這邊畫出來的幾張圖是什麼意思 就如果大家有看過我這個 Struck2Depth的話應該可以知道 我也是做了一樣的方法 就是有我們這個 每一針的這個 深度圖 以及這個 Visual Odometry 就是連續兩針之間這個 照相機的移動 旋轉角度以及移動量的話呢 我們可以就是把 第一針的 每一個 像素呢投影到第二針上面來 也就是做一個 Image Warping的動作 那這邊的話呢 就是我把第一針的照片呢 根據這個移動量以及 這個深度呢 移動到了第二針 的這個 視角上面 也就是說如果這些 第一針的這些 物體呢全部都沒有移動的話 只有我們自己 的車子在移動的話呢 那我們 正常來說第二針應該要看到的是這樣子 那我們在跟實際的第二針做一個比對的話呢 就可以發現說 這個 第一針移動過來的這個圖片呢 跟第二針其實是完全是 幾乎是一模一樣的 除了這個 就是大家可以看到這個 看板這個 邊緣的地方有一些 就是 失敗以外呢 其他的部分 幾乎都是一模一樣的 所以就可以代表說他的這個深度以及這個Visual Odometry的這個推定呢都非常的不錯 這樣子 然後呢我 接下來呢我對於就是 一個Sequence就是 一整個 一整個序列呢 比如說他這邊使用的是這個Kitty裡面的 9月30號 第33 就是對於這整個序列 這樣子 我就是 對於這整個序列呢 進行了 每一針的這個深度的推測 以及每兩針之間的這個Visual Odometry 然後我把它做成了一個影片 然後分享給大家看一下 就是 得到的效果是怎樣 Monodepth這邊 那這是Kitty的結果 就是 這左邊是原本的照片 那右邊是深度的推測 那最右邊的話呢是 就是Visual Odometry 就是藍色的話是真正的就是 經過的這個 經過的這個 坐標 那 這個橘色的話是呢 根據這個Visual Odometry 所推定出來的我們經過的坐標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說到 這個 目前這個位置 為止呢 都還跟 增值呢 相去不遠 但是就是說 這個的話呢 也是就是 它的 誤差會 慢慢的累積上去啦 就是因為它沒有做任何的 什麼Loop Closure之類的 它就是每兩針之間的這個 Visual Odometry一直累積上去而已 所以誤差是會越來越大 大家可以看到說到這裡呢 已經跟這個增值呢 有一段差距 那如果我們 跳過 往後的話就可以看到說 它在這裡已經 就是離增值相差蠻大的一段距離了 但這個深度的話呢 看起來 是實際上還是不錯的 這樣子 然後直接跳到最後 直接跳到最後的話 就是說 這個 增值呢跟我們推測距離大概已經相差了200公尺了 所以這個地方可能還是 這個模型 可能需要加強的一個部分 然後呢 它在這個 Kithub 裡面呢 它也教你說 如何在自己的 Data 上面進行一個訓練 就是這個部分 你要自己寫一個 Data Loader 這樣子 那我自己寫好的就是 我在這個 Apolloscape Apolloscape這個數據集 就是我之前 有沒有介紹過 好像有介紹過 這個 Apolloscape的數據集 它這個裡面 就是有 Video 之外 也有這個 Segmentation 所以我把它下載下來 就是我對於這裡 每一個 每一個 這個訓練呢 我都把它進行一個 訓練 這樣子 然後呢 我也一樣把它做成了一個影片 然後 讓大家看一下我訓練的成果 我在訓練的話 訓練了很 很短的時間 大概才五個 Epoch 而已 我是由它的這個 原本在Kitty已經訓練好的這個模型 再 加 Fine Tuning 這樣子 就是訓練五個Epoch 在 1080 大概花了40個小時 然後就把它停止 然後 讓它做一個 一個推論 那就是 在 Rode 04 SEG 這個 Record 21 這個Sequence 上面 也做了一個 Video 那 這個圖片大小把它縮小 成了640乘以512 原本是3384乘以2710這樣子 大家可以看到這邊 我從頭開始好了 就是 不知道為什麼它在 訓練的時候這個 天空的部分呢這個 效果不是很好 天空的話正常應該都是像這樣子 就是完全黑的 就代表距離是無限 但是它這邊的話 不知道為什麼 還有這邊 就是會有一些 奇怪的 就是奇怪的深度推測 不過其實也不是很重要 因為天空的話 跟我們自動 自動駕駛沒有任何的關係 那在人的部分呢 這些車子啊 就是 也是相當的不錯 不過有一個地方還是 令我比較在意的 就是 它在原本的論文 裡面有講說就是 因為我們這個 單一針 照片 或是單一個照片的這個sequence 用來做訓練的話 還有一個很常見的問題就是 我以前也講過就是 如果 有一些物體是跟我們自己的車子呢 它移動的速度是差不多的話 那這個深度推測就會把它推測到無限遠 例如說我們自己的這個車身 因為它每一針的這個 長相都完全一模一樣 所以 這個神經網路就會把它推測到無限遠 那原本的論文呢 我把它關掉 它有講說說它 用了一個方法叫什麼 Auto Masking 它可以就是有效的防止距離推測到無限遠的情況發生 但是其實上呢還是它還是發生了 我們撇除掉自己的車子 車身不講 像我們這個前方 這台車 它跟我們 速度應該是差不多的 照那個論文講的方法的話 它應該是 可以有效的把這個 深度呢正確的推測出來 但是 其實我們看到說在這個結果上面的話 它還是一樣把它推測到了無限遠的地方 所以就是它這個Auto Masking的這個成效 其實 可能還是沒有那麼好 就是還是會有 這種把 跟自己移動速度差不多的物體的 這個距離推測到無限的這種情況發生 所以這個問題呢可能還是 到目前還是沒有什麼好的解決的方法 那我們繼續看下去 就是它這個Sequence一開始就向右轉 然後 這邊已經越差越多了 然後再往後 它這邊再度往右轉 然後變成這個樣子 大家可以看到這邊也是一樣 就是不知道為什麼 這些車子的距離它都把它推 推成無限 這 不知道為什麼 然後就這樣到最後 不過其他的部分的話深度的話我覺得都是還不錯的 這樣子 那這個Visual Odometry的話呢 雖然大家可以看到說 就是單純只用兩針之間的這個odometry它的效果並不是很好 但是呢如果我們再加上一些其他的什麼localization的方法 就是如果我們有地圖的話呢 再加上這個Visual Odometry我覺得可以做出一個不錯的效果來 就這樣子的話之後你就可以不需要依賴什麼IMU 因為IMU的話呢 IMU就是在車子裡的一個 紀錄你這個移動的 距離的一個裝置 但這裝置呢就是 在前進的時候這個 推測效果還不錯 但是在你轉彎的時候 它的這個 旋轉角度的推測相當的就是 會有一些誤差 如果 根據這個Visual Odometry來這個 進行這個修正的話我覺得還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而且這種方法 學習方法最好的好處就是他不需要任何的標準 你只需要給他 你只需要給他這麼多 就是連續的這些影像就可以了 他就可以自己學習這個深度以及這個Visual Odometry 所以你就是你只要一直開車一直收集資料讓他自己學習就可以了 這是我覺得一個相當大的好處 所以呢我覺得以後呢這個領域呢應該是會 有更多的研究者來加入 這樣子 那今天的話就先介紹到這裡 就是 介紹這個新的這個 Monodepth 2 原本的話那個人 這個論文的一作是這個 Clermont-Goddard 他是那個 2017 CVPR 就是Monodepth的作者 給大家看一下這個 Monodepth 當時他是用了Stereo 就是左右 兩個照相機他的這個 Disparity來做學習 但是效果 在當時是很好但是現在已經不怎麼樣了 所以最後呢大家都改成用這種 一個Video 就是連續的這個 相片來學習的方法 這樣就省去了什麼Stereo 他的這個Calibration的問題 你就只要一直 一直開車然後一直收集這些照片 他就可以自己學習 我覺得這個學習方法真的是 能想到的人真的是很厲害 效果也是非常的不錯 好那今天就先介紹到這裡啦 謝謝大家 我們下一個 車子